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用浏览器 建议用谷歌浏览器或者是火狐浏览器 这种标准浏览器 不推荐使用360 我这次用的主机还是setground主机 首先进入setground 进入主机之后 进入站点 第二项是站点 然后进入站点的站点工具 在站点工具里 第一项就是站点 这是控制台 控制台下面这就是站点 这个站点里面 第一项文件管理器 还有一个第四项 MySQL 这是数据库管理 这两项经常用到 我们先进入文件管理器 在文件管理器里面能看到购买主机时绑定的域名 然后这里面有一个public-html 这是这个主机的根目录 它对应的是网站前台的主目录 这个根目录对应的是这个域名 我这次安装Avada主题不准备放在根目录 而放在它下面一个子目录 域名下面的Avada 是这个样子 在后台文件管理器要找到这个Avada的目录 这里面已经有文件了 我要把它先删掉 另外我还要把数据库的信息删掉 重新从零安装 因为你购买了一台新的虚拟主机之后 它是空的 我们先从删除文件开始 从左侧确认是Avada目录 然后右侧选中第一项 然后按住键盘的shift 然后再点击选中最后一个 这样就全选了所有的文件和文件夹 然后再点上面的工具栏 有个图标Delete删除 删除这21个项目 这样文件就删除了 前台无法访问 然后接下来删除数据库 进入MyCircle 还是站点下面的MyCircle 然后这里面最后一项是phpMyAdmin 这是一个数据库的管理软件 点击下面访问 phpMyAdmin 左侧是这台主机创建的数据库 因为SiteGround的主机 它可以创建多个数据库 但是如果你买的是阿里云的虚拟主机 它只能有一个数据库 而且是分配好的 选择左侧的Avada 做了一个备注 括号Avada 那就是这个数据库 右侧看到很多表 这位置有一个全选 勾选全选 选中所有表格 然后在下面 有一个下拉菜单 叫选择删除 它会把这些表格都删除 确认 现在Avada主题的数据库是空的 还有它的文件管理器也是空的 现在是前台是空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安装WordPress 我们来安装WordPress